我是以立法委員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身份 來參加這個就職典禮 那我也是收到邀請的名義 就是立法委員的身份 在今天除了來參加賴清德總統的就職典禮 那也希望他落實 他想要就是說能夠跟在台灣團結 能夠用實際的行動 大家希望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 能夠溝通能夠協商 為了台灣的這些法案 能夠討論出一個好的方向 大家都不樂見國會這樣子的爭議 那希望就是賴清德總統 拿出最大的善意 與在野黨最大的主席來進行溝通 以及也希望說柯建民總召 不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放在韓院長的身上 畢竟協商不是協商的內容 以及實質討論的內容才是非常重要的 而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條路上 有關在這條路上 雙方的路上 有關在這條路上